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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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歡迎收看美股EC trade節目 美股強就不用多說了 很多股票都升到破了頂 今日跟大家看看 有朋友就開始擔心 其實說真的 你以為你上升 一路有朋友擔心 但是擔心 問有沒有一些 可能比較低的風險投資 今天都講一下 但首先看圖 事不宜遲 蘋果 蘋果其實都受內地業務影響 還有那些廠停工都好像說會有些損失 但是你會看到 股票開始又來 過去如果你純粹說過兩個星期的表現 一會兒我們又看看Microsoft 過兩個星期它是差一點的 不過昨天開始 這兩天Microsoft轉回藥 反而就是蘋果開始轉強 整個大市如果你看美國三大指數都很強 毫無疑問 但如果你說常看蘋果 好像橫行有一段時間又破頂 不是太擔心的中長線 只不過說之前的短線好像它的表現差一點 轉一些可能更漂亮的股票 但如果你說不是蘋果又開始發力的話 你說又做回它都OK 美股的好處是什麼呢 第一就是勇金便宜 第二就是它基本上一股一股買 你很容易做轉換的 如果蘋果又開始發力了 你可以轉換它 尤其是當然Microsoft先前升得這麼厲害了 會不會將先前Microsoft的走勢 即是升得太多的股份 轉回到蘋果那裡 其實未成不可 好了 蘋果中長線沒有問題 如果它可以今晚再破頂更好 Microsoft Microsoft 之前那兩個星期 表現跟蘋果完全不同 蘋果橫行 Microsoft 偏偏就是這兩個星期 升得最重要 但是過去那兩天 你會看到它在高位開始的股價出來 是不是很差 未必是的 昨天你見一見的竹 就告訴你 低位都有些支持 只不過留意著 如果Microsoft轉弱 苹果轉弱的時候 苹果轉弱的時候 你換回少許馬都沒有問題 逐少去換 即是不需要一次過 走光蘋果買Microsoft 或者今次走光蘋果買蘋果 慢慢轉換 總之就是哪一隻股票強 去買哪一隻 那你那個贏面就大 但是如果你說不是 我經常都說 不要走去買一些便宜的股票 你的股票升得多 那些股票是更加容易大升的 你走去駁個反彈駁兩天 其實你打算駁兩天要走 其實賺不到大錢 反而你可不可以長錯一些大升的股票 長錯一些漂亮的股票 其實這樣賺錢更容易 Microsoft 長遠沒有問題的 即最近FTC 美國 金融機構 開始查幾間 一些科技公司的過去的買賣 有些少許賺到Microsoft 但是你說影響大不大 沒有的 借勢做個整股 但是當你說往後 真是Microsoft 那個 給大家一個支站 這個位置 你看著 169至170元 這個位置 如果跌穿了的話 都要小心 但是你未到的時候 繼續擺著 Microsoft這麼強的股票 這隻中長線的走勢 我沒有擔心過 因為它真是吃正個很大的大浪 只要你不是股災的話 其實它會繼續升 Microsoft吃的浪就是雲端 即將來如果你說雲端一 拿到越來普及化 越來公司用雲端的時候 其實它那個生意 你毫無疑問會做越大 這個絕對不需要擔心 好了最近 不是說多一隻叫RN3 RingCentral 希望大家都有買 業績之後夾了上來 昨天再上的 我會很喜歡一些業績之後 升完之後 它還有力再上的公司 這隻公司把炮是什麼呢 我有一個方法 叫做初步測試 找一些最容易贏錢 升勢最持續 最穩定的公司出來 只有兩隻股票 很多股票 比如Microsoft都持續上升 譬如蘋果都持續上升 但是說有級別之分 如果說到最高級別 只有兩隻股票 可以做到這件事 一隻是這隻RN3 RingCentral 你看到這麼多年來 是說過去三年 2017年尤其是 到現在的升勢 基本上沒有停止過 偶爾會有些小調整 但是調完下去 是很快很快升上來 這隻股票 如果持續的話 絕對值得長持續 你問我 不過 不要直接將它 跟剛才Microsoft和Apple 給 Microsoft和Apple 如果大家最近 有看Trump Trump說話 有四隻股票 MAGA 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 這四隻股票 全部市值超過一兆美金 一個trillion 包括什麼呢 包括蘋果、Microsoft 包括Google 和Amazon 這四隻股票 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 但是那幾隻 就是最大的股票 比較穩陣 這隻股票 其實它的市值是小很多 如果港幣計算百多億港幣市值 不是那些 是十萬億港幣市值的公司 所以你說 叫做 不是喔 大股票 這隻股票不算大股票的時候 我未必要見到 它糞心去買 但是當它的股票尺寸不大的話 有個好處 它要升十倍都不是很難 如果它的業務都做得好 它的股價一直夾上去 你給它時間 十倍當然不是明天升十倍給大家 但是如果真的業務做得好 越做越好的時候 這隻股票絕對值得大家留意 看著轉馬 和升的時候繼續駕駛 跌的時候都要走 Ring Central的Code RNG 可以留意著 好了 講完這些高風險 答應了朋友說 給一些叫做 穩陣一點的投資選擇 有什麼穩陣一點呢 穩陣一定是ETF ETF為什麼呢 ETF就是你買了很多不同的股票 自動幫你分散風險 一定比你單一的股票 而且就是什麼呢 如果你是選一些 又有增長動力 然後又是那些股票 穩陣的股票 再加上ETF 這些就是你可以很舒服地拿的股票 好了 這就是什麼呢 這個Code是SPLV 標準譜2500指數 Low Volatility ETF 即是 本身這些股票 都是一些 不是升跌很大的股票 但是你看到是升的 好了 這隻叫穩陣股票 如果你真的買下去的時候 你賺多少呢 我當你上年 2019年頭買了 當時40多元 現在61.5元 是不是升很多呢 當然跟你買單一股票不同 升五成而已 如果你上年是買單一股票 不止升五成很多都 上年最低位 但是你說46元去到61元 算不算回報都OK 這樣都不差的 如果你想著 這些很穩陣的投資 一年上年做到五成回報 今年可能如果做到兩三成回報給你 年頭 今年頭 大概是58元59元 如果內一元當然不是很多 幾元 你變成了幾個百分比 但是你預算了 就是講明low volatility low volatility 它會升的 跌的時候 都會跌得慢一點 小一點的 你看圖好像跌得很急 其實幅度不大 還有那些股票 那時候你買一隻 例如Mastercard 你那一段位都要跌20%以上 這隻股票其實跌10%而已 你會看到它的幅度 下跌幅度都會小很多 幅度恐怖的 你看到那個scale 10%的就是 人家的股票跌超過兩成 跌少人一半 當然 你自己選擇 如果你說 我真的想要一些穩陣投資 又或者起碼就是什麼呢 有一些股票我去搏 但起碼一部分是穩陣投資的 你需要這個ETF 其實這個ETF都是好東西來的 留意著 SPLV 但你說不是的 如果我是想賺很多錢的 我要很薄的時候 老實說就不是這隻 穩陣 有升幅 但是你說想薄很大的回報 未必是這隻 另外一隻都是差不多的一些選擇 這隻有什麼特別呢 我挺喜歡這隻的 這隻是什麼 叫Different Growth Different Growth的意思 你不要想著它真是很高息的股票 通常是什麼呢 你玩美股你不要追求高股息 你不用追求6、7厘的 但是你追求一件事 它的股息是要每年增長 是要持續增長 為什麼那些股票 又說那些股息增長 它都不高升 最主要原因是什麼呢 香港很多的高息股不升 股價不升 但是這些股票 為什麼它的股息不高呢 就是因為股價升 其實你想想股息怎麼算出來呢 就是每股派息 隨意股價 是什麼意思呢 如果股價上升的話 股息壓低了 但是沒有所謂的 我們買股票 我們如果股價升有錢賺 那你就賺股價了 你在香港很多股票 那些所謂高息股 其實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呢 它之所以高息 不是它增加派息 而是因為它的股價一路下跌 就是以前匯豐那樣 一路下跌一路下跌 你見過息率越來越高 但是你買下去之後 你收完股息 你輸股價 你發覺那些股息 蓋不到你股價的蝕福 其實你沒有意思的 反而你買一些會升的股票 更好 好了 這一隻 同樣地 當然 你不會說大升特升 不會說升很多很多很多 但是你看看它 升幅 漂亮的 升幅漂亮的 一路一路做 還有 Diffident Growth 有股息增長的股票 其實通常會浪低股價在路上 留意著 DGRO 這隻又是叫做 如果保守投資者 你喜歡再分散兩隻ETF去做 那就OK的了 如果市價繼續好 你看見這兩隻ETF 慢慢慢慢上升 你繼續拿著它 當然 將來如果真是市轉勢 你要卻走 不過這麼說 這些 到時你肯走 一定走到 你就分散了風險 又是穩陣股票 它不會說突然一磅不跌到 你走不了 那你買這些就會穩陣 那大家看回自己的需要 如果你說真的想搏的朋友 這兩隻未必你想搏的 但是你說 不是我想穩定賺錢 買完我不用管 我是舒服睡覺的 總之我只是走一個股災 只是走一個大轉勢 但是如果很穩定賺錢的時候 其實這兩隻都是大家很好的選擇 今天跟大家分享幾個股票 不是兩隻ETF 希望大家 在美股市場裡 知道機會的時候 容易找到適合自己的投資 逢星期二四 我們美股EC-Trade節目 到時再見